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领导权的重新巩固的一种方式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那么关于重写革命历史的现实依据现代性动机 那么其实这个是理论阐释了 我想可能理论不知道再做了感不感兴趣 我可能这个讲文学史的时候 这种理论的解释可能太多了些 其实我们后面就可以不需要再回到这些理论解释了 那么 其实呢 重写革命历史的现实依据现代性动机呢 我不需要做更多的展开了 因为书里面写的比较详细 那么大家要掌握几个要点就是 这个要点就在于 就是说首先你要把革命历史叙事 要看成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 是吧 这是一个 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的 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个虚构 不能简单的在这个意义上去看它 要看成是整个现代性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它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冲动 当然过去我们说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想象的产物 这本身当然是一个现代性的结果了 但是在我们过去的唯一理论的一种叙述当中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想象 仅仅是在政治的层面上给予一种批判 没有纳入一个现代性的范图去理解它 如果我们今天纳入现代性的范图去理解它的话呢 我们可能对它的理解会更加广阔 会更加全面和深入一些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 我们中国的现代性是走了激进革命的一个道路 是吧 是走了暴力革命的一个道路 所以我们要使这样一个激进的暴力革命合法化 这个合法化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建立一种重新建立一种历史 建构一个历史 这个历史呢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甚至从鸦片战争以后 是吧 中国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是吧 就是毛泽东的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还有这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我们要从这些中的找到 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的叙述 是吧 这是我们暴力革命的合法性的前提啊 是不是 你假定说是台湾的历史书中 他把这段历史 它是另一种叙述啊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怎么中国进入现代 是吧 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 这个如何如何也是惺惺下龙 是吧 也是如何 后来这个共匪先生来了 是吧 然后如何如何 他是这样一种叙事 但是我们的叙事的是什么呢 就是三座大山 鸦片战争 后来军阀混战 然后这个三座大山压迫了中国 是吧 民不聊生 人民痛苦不堪 然后蒋介石 是吧 这个火同代表着地主资产皆利益 残酷的压迫人民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蒋介石不抵抗 是吧 是共产党分歧 是吧 号召民众起来抵抗日寇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解放 打败蒋介石 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全中国 是吧 然后建立了新中国的 这个政权 人民翻身 当家做主 是吧 它是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叙事 这个叙事呢 就是 激进暴力革命 合法化 必然化 是吧 历史如果不走这条道路 人民就依然是 在三座大山压迫下 在地主阶级的 资本主义的压迫下 是吧 那么 所以大家会理解 那么这种叙述 它是 使暴力革命 合法化 那么 八九以后 留在复合体责后呢 作为一次对话 这个对话的题目叫做告别革命 那么他认为 中国不只是 他对这个红色革命 这个持一个 批评太多 他认为国民革命 就不应该 新海革命 就错了 那么中国就不应该推翻地制 就君主立宪 从那时候走下来 那么这个 那样中国的社会 就是 另一种发展道路 所以 那么不同的人 对历史 他会有不同的反思 会有不同的 这样一个 当然李泽后和刘在复的这么一个观点 遭到了这个 国内的不少的学界的批判 是吧 还是要 认为这个 我们 走的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 这样人民才能够当家做主 是吧 人民才能够 进去新中国 是吧 所以这些呢 你要看到 我们的革命历史叙事呢 它是在这样一个现代性 为暴力革命 为激进革命 这个合法化 来建构一套想象 这是他的一个方面 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 那么我在书里边 叙述的 应该说逻辑关系 给大家叙述的应该很清楚了 我就这里就不多做论述 那么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 我们要看到这个 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 是吧 当时到了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我们可以看到 自从这个 打了朝鲜战争之后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的 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 那么中国呢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 五十年代的中国 也是一个运动 接着一个运动 是吧 在文化上 我们前面都说过了 是吧 从这个 批这个电影五迅传 是吧 胡诺梦研究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从胡诺梦研究呢 批判到胡适 是吧 然后是 这胡锋反革命集团 反党反革命集团 是吧 然后是反右 那么 这一系列的政治的运动 是吧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那么 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 还有更加 这个 严峻的运动 有苏反 是吧 五十年代除了苏反 有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是什么呢 是通过一打三反 去把那些原来民族资产阶级 对他们实现 赎买政策的 那些 公私合营的这些呢 这些资本家的 基本上都把他们打倒了 是吧 通过因为他们贪污腐化 一打三反 这个 通过这些呢 然后 这些全部都收归国有了 所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后遗症 尾巴基本上割掉了 当然 这些政治的运动 它是一向接着一向 然后呢 有五八年的 当然从土改 是吧 到包场到户 户租组 不是包场到户 这错了 土改 是吧 户租组 户租组了有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 大跃进 然后是这么 三年自然灾害 等等 你要知道 短短的五十年代 到六十年代 我们叫做这个 十七年 是吧 中国 这样十七年的历史当中 它所堆积的 政治上的大的事件 运动 冲突 它是非常剧烈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还是一个 激进现代性的方式 是吧 五八年的大跃进 当时曾经要把这个跃进 翻成这个俄文 这个当时的翻译的是 是阎明傅 那么它曾经呢 翻给这个苏联的 就告诉苏联的 我们也要搞大跃进 当时苏联的这个 也是一个领导人 就说你们叫大跃进 这个不太好听 这不太符合科学 因为大跃进的 翻成俄文 跃进 那个叫跳跃 跳跃的意思 它这个社会的发展 应该循序渐进 怎么能够跳跃呢 是吧 这个不符合科学 但是这个 后来就问这个 征求刘少奇 周恩来的意见 这个口号是 毛泽东提出来的 是吧 古如干尽力争上 有多快好准的 建设社会主义 其实呢 当时这个大跃进的提出 其实是受了苏联的影响 也受了苏联的影响 苏联在五十年代 召开了几次会 都提出那种口号 五十年代中期 是吧 都提出口号 就是 15年 超过英国 25年 超过美国 是不是 是 八年了 那是 我们当时 苏联基本上是 大体是 反正它十年 15年 我觉得都差不多 总之就是在 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要超出 大家 读过这个历史 肯定比我记得清楚了 就是干场量 什么如何如何 要达到多少等等 所以其实也是受了苏联的影响 那么中国也是提出15年 感应超美 所以大家不理解什么叫做现代性 就想一想这个口号 感应超美 这典型的现代性的口号 是吧 英美代表了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 是不是 那要赶上和超过它 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发展 发展就是硬道理 发展就是好的 是吧 现代化就是好的 这是现代性 而且认为通过你的努力 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是吧 能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 是吧 然后要有多快好省 那么建设社会主义 是吧 然后社会主义 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这都是现代性的精神 这种精元是现代性的 是吧 它就是能够无限的发展 是吧 它只要发展 战胜了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到了后现代就认为 那不一定啊 是吧 我穿草鞋 我穿麻布衣服 我坐在田头 是吧 自己处几颗 处一亩地 是吧 羊两头羊 那日子挺好 是吧 我上个月到那个新疆 后来跑到 那个石河子 附近的一座山里面 然后看到那个牧民呢 在那个山坡上 搭上那个帐篷 是吧 然后旁边放了几只羊 那么当时我就很有感触 我说 我就问 跟我一块去的 这个几个 这个朋友 我说 如果那你一个人到这里来生活 一年 干不干 大家想一想 那还是可以 生活一年 日晚养几头羊 躺在山坡上 数着星星 但如果说十年呢 他十年 十五年呢 十五年不干 他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是会想往外面的城市的生活 是吧 还是有一个现代在那的影响 对不对 还是有一个现代在那的影响 你还是会 马上就想到 你这个生活 是落后的 是贫困的 是困难的 当然 后现代 他总是用这样一种生活景象 来纠正这样一个现代 是吧 他总是觉得 享受了现代生活 本身 他又重新赋予他一种道德化的一种含义 是吧 这个问题 相对啰嗦了一点 我们不多谈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那个年代 五十年代 感应超美 这种考法我就是激进的现代性 是吧 那个时候 其实背后有一个东西方冷战的背景 社会主义阵营要战胜资本主义阵营 东方 社会主义要战胜西方资本主义 那么这个对中国的影响 也是非常深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 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那么 但是你想一想 要感应超美 这谈何容易 是吧 大英帝国两百年的历史 进入现代公元革命 然后全世界有他的殖民地 掠夺了来无数的财富 宝藏 是吧 然后他来发展起来 那么 你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 他也是在 这个一次世界大战 是吧 然后二次世界大战 他发这个军火财 是吧 也这个发达起来 那么 而且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 他是开着坦克 到战场上去 寻找那些科学家 然后很多德国的科学家 也在美国 是吧 然后弄走了很多的文才 重建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中国一方面 把知识分子打倒 是吧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 我们要工农 要领导一切 然后我们要大跃进 我们要搞 这种感应超美 他非常不现实 非常不现实 那么 所以我说 五十年代的革命 是毛泽东 一个人的革命 我可能会为这句话 付出代价 是吧 这个 肯定反驳 我的人非常多 同时呢 政治上 他是不正确的 但是 有时候 瞧望必须过正 就是我们对一个问题的 阐述 有时候必须极端 它才会 突出 才会鲜明 是吧 因为其实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 他们这些人 在五十年代 都力图走一个 比较平稳的 包括林彪 是吧 比较平稳的 中国搞经济建设的 发展的 那条道路 所以他们都被毛泽东 批右倾 是不是 都被毛泽东 批右倾 周恩来多次 是右倾 翻暗风啊 是吧 反击右倾 翻暗风 一直到 无法道理 还是右倾 所以 周恩来呢 其实一直是 作为右倾的 这样一个后台 如果按照 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 他们的路线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走的是 那条道路 那条道 是吧 他肯定 你这个 人民公社 他不一定搞不起来 大约进 他搞不起来 一打三反 搞不起来 是吧 中国还会保留 民族资产积极 所以就像我们在 创业史里边 讨论那个姚世杰 那种形象 那种富农 农村又会出现贫富 是吧 或者说 其实贫富差距 没有那么可怕 是不是 今天农村不就有贫富差距吗 但小平就理解这个道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才能够带动贫穷的人 是不是 但是社会主义的理念 就是要均贫富 一定要绝对 绝对平均 绝对平均就只有绝对贫困 是吧 他是走这个道路 但是毛泽东一定要 激进革命 一定要 以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自己是农村出来的 后来河南的这个亩产 一个地方最高是大了多少 五万斤八万斤 是吧 那任何从农村出来的人 都不会相信这个东西 毛泽东怎么会没中过地呢 是不是 这也就是完全是一种激进的革命 激进的革命 完全是一种革命 对自身必胜的一种想象 那么这个想象 这种力量 源泉来自哪里 来自战争 来自战争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共产党三年就打扮了蒋介石 八百万军队 这个在毛泽东都想象不到 是吧 当时这个重庆谈判 其实毛泽东曾经都对周恩来说 我们看来要去南京做官了 当然蒋介石执意要打内战 这个打内战倒确确确实实是蒋介石要打的 蒋介石想 我还打不败共匪啊 是吧 结果没想到三年就被共匪打败了 打败得那么彻底 那么张领辅死的时候 蒋介石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我堂堂 正义革命的代表革命武力的军队 怎么会被乌七八糟的乌核之众的共匪打败 这是奇耻大陆 他是奇耻大陆 张领辅死的时候 蒋介石说这样的话 所以蒋介石一直不理解 共产党在那个年代他代表了人民 是吧 代表人民的希望 人民都在支援他 而蒋介石呢 已经失去了民心 失去了正义 所以他不理解这一点